這個黑色蛋糕小孩的教養 就是一種謎之自信 我覺得這就是原生家庭帶給小朋友最大的影像 吉祥 小朋友 吃醬油 小朋友 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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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混合 起床 再倒入洗碗 重量 沸騰 硬是 冰粉 芝麻 放入烂狭 這個科技海綿啊 因為它是有毒的 所以我就不會拿一般家裡的抹布來擦 我就用拋棄式的濕式衛生紙 OK這樣子黑黑的鉛筆紙就很容易把它清潔掉 好今天的中午呢 我是一個人在家裡 所以我要做一個一人料理 好一定要加菜跟加蛋蛋 那這個很多人問我這個黑色蛋架在哪邊買的 其實我也回答過好幾次 這個黑色蛋架是在蝦皮 你搜尋黑色蛋架就找得到了 那我習慣用因為蛋會滾來滾去 我很擔心它不小心滾在地板上 我擦會更累 所以我一直都有習慣用這個黑色蛋架 那我現在是用新的相機拍 發現它有一個小問題 就是我的麥克風裝上面 所以有時候會擋到我的鏡頭 覺得沒有100分的相機啦 所以我應該先來先煮水 再來備料 這個麵比較需要花時間去煮 就這個 好想要和大家來聊一下有關於小孩的教養 我想和大家說一個故事就是 我以前跟我好朋友聊天的時候我想到一件事情 我那好朋友都是在保護公司上班 然後我們兩個都是屬於個子比較嬌小 看起來就是比較稚嫩 好像很好欺負那種類型的 在保護公司的時候都會遇到那種 比較依勞賣勞的收銀大姐 他就有時候會被收銀大姐欺負 那我有時候也會遇到 但是我是會懂得反擊的那一種 那有一次我們就是在聊天的時候 聊到小時候的事情 以前啊 親戚人討厭一來就是要比身高 然後比功課比什麼的 然後以前我比身高一定都是比不贏人家 我媽給我的態度就是說 沒關係啊 你要像他那麼高然後那麼醜嘛 像他聽起來是覺得很好笑 但是其實 無意間在小孩的內心裡面 注入一種自信 就是一種明知自信 你會覺得說 好像你的缺點也不是什麼缺點的那種概念 那朋友的媽媽相反 親戚來比身高的時候 他就會很難過說 我小孩怎麼那麼瘦小 為什麼我小孩都養不大 就會變成暗示小孩說 我就是這麼不好 就會無意間造成他一種自卑的心態 我覺得這就是原生家庭 帶給小朋友最大的影響 我覺得自信能帶給小朋友什麼呢 其實就是讓他未來面對社會的一些挫折 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時候 你有一些正面的人量可以去面對 所以我自己是想要給小朋友一些 比較正面思考的家庭教育 那他們以後未來遇到困難的時候 會覺得說 好沒關係 我就面對就是了 那我就是解決就是了 而不是逃避 或者是退縮 然後 諾諾的去面對這個社會 其實像這樣子的人生觀念 我覺得它是可以影響少少一輩子 接著一邊做成小的餅子 然後你評價ICH 再加油 做成小的餅子 太好了 结劣了 太好了 太好了 那她有收拾了 最近很喜歡它 我要解准备什麽 非不能吃 今天我 search for 桌上 これはricot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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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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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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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晚餐我想要煮一个蒜虾 然后倒大量的蒜粉 大概是切到这样子的大小 既然看起来 加入蒜虾 藤子 然后把蒜虾 然后用蒜虾 黄金骨 然后宝贝 练狱 把蒜虾 1-2次,油 這個蒜頭不要全部都加 先加部分 這個是我們剛剛先處理好的蝦子 我會先煎香蝦頭 哇呀 這個蒜頭 這個蒜頭 就像是蒜頭 蒜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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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第一次吃他們家的牛肉湯 像這樣看裡面牛肉還蠻多的 看一下它的烹調方式 它是說不需要解凍直接下鍋炒就可以了 然後再依照自己的口味去做調味 裡面就已經有蠻多蔬菜了耶 也要說不需要解凍 不需要解凍 不需要解凍 就可以了f過